来关注社会新闻 近日 广东湛江八名学生到湛江市渔港公园游玩时 其中一位00后男学生被海浪卷走失联 随后遗体被找到 7月11日 湛江雷州市复城中学吴校长告诉南都记者介绍 八名学生都是雷州市复城中学今年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 于7月8日离校毕业 不幸遇难的这名学生今年20岁 据吴校长介绍 7月9日晚上八时许 八人在渔港公园海滨浴场沙滩玩球 一名男生到海水里捡球时被海浪卷走 其他同学手拉手去营救 但并没有成功 目前其遗体安放在殡仪馆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精彩内容请查阅南方都市报APP